大家好,我是面具男,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把MAXY的海王杏 上期视频我们说到了这把刀,刀手其实很难易的 那我们今天来拆一下它,看看这把刀究竟如何 首先拆之前呢,第一个拆的步骤应该是先拆这个尾锥 但是拆尾锥的话,我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尾锥要怎么拆 看到没,它这边有个孔啊,你需要用个东西把这个东西给伸进去 然后把它给拆开 我就发现,TU螺丝是可以拆上,但是我怕把这个一把几十块钱的螺丝都给我搞坏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这么搞,没有不敢去尝试 然后我翻了翻它的盒子里边也没有一个让你拆尾锥的这个工具 T8的够粗壮,但是又进不去 然后我就翻了翻手头,几乎没有能够伸进去的东西 伸进去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强壮,牙签可以伸进去,但是牙签拧不动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就就就比较大了 对吧,你这个东西你让人正常怎么开 但是你不如果不开这个东西的话 它这边会有一个压力会始终传给两个柄 你再去拧下这些螺丝的时候 拆是不太好,才容易造成损坏的啊 所以说可能一般的刀友的话会遇到这个这个问题 那我就用了这个更细一码的这个螺丝啊,是纸螺丝刀 是直接能够穿过这个柄身的啊,穿过这个螺丝的身体的 然后这样旋转才能打开啊,力度是很很强的啊,它给拧的还是比较紧的 好了,这样就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背夹拿下来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背夹的这个设计的话会更好 没有背夹会更好啊,对吧,没有背夹设计会更好,但是这边就会缺一点东西 缺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还能拧上吗 这个东西还是能拧上的啊,我不要背夹了啊 不要背夹了,就这样了,对吧 你看看,我螺丝都会拧弯了,螺丝都已经给我拧弯了啊,这个东西还是力度还是蛮大的啊,确实设计上是 最好是配一个专用的一个小铁棍也行啊,但是你要让玩家自己去找的话不太好找啊 好了,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拆刀,螺丝应该是T8 好,给T8螺丝搞定了啊 背夹呢,我们放起来吧,我就不用背夹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正式拆这把刀啊,拆这把刀之前先要让这把刀干嘛 进行一个脱钩动作,明白吧,防止你拆的过程中它,它弹簧一下子实力给跳出来 而双刃脱钩,大家如果是看过以前的视频怎么脱,你可以找个东西,对吧 放在它前面,然后推一下啊,不要拿手啊,不要拿手,也可以你打开之后啊,捏住刀片,拉一下啊,就脱钩了啊,当然是这样 看到没,这就是处于一个脱钩状态了啊,啊,这坏了啊,好,这是处于一个脱钩状态 那,那我们在脱钩状态下,再去拆这把刀啊,这样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第一个螺丝,拧的还是蛮紧的啊,上的还是蛮紧的,没有螺丝胶 因为铝的材质偏软,铝材质偏软的话,它与钢键,这个钢螺丝去进行拧紧的时候 它会造成这个摩擦系数相对来说会比较大 选好一点的螺丝刀啊,因为这个螺丝并不深,相对来说还是蛮浅的,你如果是选的螺丝刀不好的话很容易拆花 并且要完全伸进去啊,不要不要一接触就开始离 好了 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六个螺丝给全部拆下来了,那我们打开它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铝饼的构造了,可以看一下内部还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 清一下这些油啊,内部还是非常的干净的啊,整个壳体的话也相对来说蛮厚实的 铝饼确实是很轻啊,加工的这个细节很棒啊,细节很棒,没有任何的问题 几乎没有任何的瑕疵点 好,这个我们放一边去,这个推扭就自己掉下来了,推扭这边上了这个润滑纸 为什么上润滑纸呢?就是减少对这个铝饼的摩擦,这个也是有小弹簧的 看到没?但是这个弹簧的系数用处不大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间隙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跳动机构给拿出来了啊 这个果然还是用了 有,有点不同了,这个居然是有点不同了 哦,这个我感觉比微技术要好啊 哦,这个,这个东西必须要好好讲一下啊 我们先把这个力度给它,我操这个好紧啊 好,我给它松掉了啊,我把力度给它卸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首先这个,首先说它的原理上基本上是跟微技术一样的原理啊 都是用了这个弹簧的这个书与章来这个使刀片进行这个顺时爆发的这个速度来进行这个开刀和关刀 但是它比微技术好的点,第一个,勾撞了,看到没?勾撞了啊 这个勾撞它是更不容易脱钩的,对吧?很难脱钩 对吧,它不会说是,就是说像微技术这样,它的脱钩有两种情况啊 不是说我刚才的这种脱钩,我刚才的这种脱钩,它不是叫,其实不叫脱钩啊 我刚才的这种脱钩只是给它卸的力,就是让它这个顺时爆发的这个力量 我用手指给它拦住了,对吧 但是这个,这微技术,微技术会有这种现象啊 就是这个钩子会脱开,那种脱钩,就是你必须要拆开才能修啊 两边都是有钩子的啊,这个真不错 好,这是好的好的设计啊,这个是真不错 确实好设计,这个是一个进步啊 但是问题的话,这个你看上面线切割痕迹比较重啊 虽然两侧都有这个光滑性的抛光 但是如果把这个小东西的加工细节搞上去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如果这个,这个系列将来除高端款的话 我希望把这个,这个东西的,内部的小细节吧 也给它处理一下 啊,线切割痕迹还是蛮重的在里边 好了,再看一下这个,钢衬 不是钢衬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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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键来的 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冲压的 冲压的还是激光切割的 应该是激光切割的吧 上面有小痕迹啊,有小痕迹 然后 整体来说的话,做工还是蛮光滑的啊 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抛光 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抛光 整体不错啊,整体不错 我觉得,我觉得跟微技术这个是不相上下吧 唯一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做的还是 比起微技术来还是稍微弱一点点啊 就是细节上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大体上已经不差了,对吧 整体强度也够 关键是人家做的这个钩子确实好啊 这个防脱钩,防真正的脱钩啊 夹了我一下 这个钩子真的好啊 这样几乎就是杜绝了能够脱钩的这个可能性了 对吧,拒绝了可以脱钩 不够的可能性了啊 同时这个到这个东西是要放在哪的 这个东西是放在这个上面的 对吧 由这个弹簧顺势力量,顺势力量去带动刀片 弹出 啊,带动刀片 现在看看怎么收啊 这个地方卡住了,他就收不了了 然后在往上推的时候 这两边 会有这个东西给他推开 因为V技术是单边的啊 这个是双边的 对吧 给他往上一推 这个刀片就出来了 好,但是这样的话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啊 我给大家把刀片卸出来 好 烧钉啊,这个烧钉的话几乎就相当于它的指刀柱了 对吧 这个指刀柱的粗细程度的话是没有V技术大的 好,我们把这个刀片给取下来了 SLD MAG IC 刀片做工非常好啊 刀片做工还是非常好的 整个刀片刀根也非常的宽大 刀根越宽大 它的这个直跳的强度越高 直跳的强度越高 因为你饼内留的这个东西越大的话它越好啊 并且都经过了精密的这个抛光 抛光处理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刀柄 结构上有创新 有创新 但是原理上还是用的V技术 用的是V技术的原理啊 但是整体上的创新是已经有了 我来先看看第一个创新啊 它用的是双锁纸结构 V技术是单锁纸结构啊 V技术是单锁纸 V技术只有下面的这个地方有锁纸结构 对吧 它是一这两边 是V技术单锁纸结构啊 这个是双锁纸结构 双锁纸结构来说 在理论上这个设计其实 但是这种小锁定大家看得熟悉不 啊 那个不懂话呢 可能就说是V技术的锁定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原理吧 跟V8锁是类似的啊 对吧 如果是接触过比较老的这个这个V技术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V8锁 这个确实是啊 这个确实是啊 确实是V技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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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锁的设计 一样啊 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呃 再说一下的话 就是这个双锁啊 双锁肯定比单锁上要好啊 安全系数要更高一点 对吧 对点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工作原理 其实就是在这儿啊 然后这样往上往上推上去 对吧 往上推上去刀片 就由这个弹簧顺势爆发力量给弹出去了 然后往下推的时候 拉回来 然后往下推的时候就收回来了 收回来的时候下面的话就会卡住这个 这个这个刀子不让它弹出去啊 往上的时候下面把刀子给释放开啊 下面这个这两个东西把刀子给释放开 上面给卡住上面卡住的话 就把这个刀子给怎么样顶住顶住下面对吧 方式让它这个呃 嗯 落索回去 整体结构上还是 看内部能不能看清楚 我把这个镜头给大家调一下 看一下这个内部构造 看不清楚算 基本上算是跟V技术一样的一样的一个构造和原理啊 呃 唯一不同的话就是 一样啊 前面这个小这个小小锁块上 这个锁块我不介意大家拆啊 拆的不好装 这个小锁块上它都是开槽的啊 因为防止双刃它会滑到双刃嘛 对吧 这个东西防止它会咬到这个打到这个双刃刃片 这就是说它的锁帖 从这个角度看看到没 它这个其实开槽的啊 两边都是有开槽的 前端开槽 后端是不需要开槽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是可以容纳双刃的 其他地方有没有啊 其他地方没有了 对吧 整体上来说的话做工还真是不错 嗯 结构性创新的话 也有啊 虽然原理用的是一样 但是结构上有创新啊 真不错 真的是可以的 对应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很不错了 这个居然是双锁 我我我我我我我好长时间没没拆V技术了 V技术是双锁还是单锁呀 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啊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解答一下 因为我真的忘了 V技术那皮那测评真的是好长时间了 没有印象了 比且V技术拆拆解视频 我一直没给大家做 当时我就是拆开自己观察了一下 没有太过去关注这个东西 确实好 确实不错 值得点赞啊 这期视频的话 我觉得 呃 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一期这个拆解视频的话 我觉得这把刀还是值这个价的 对吧 还是OK的啊 两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了这个凹槽吗 为什么做了一个鞋面 这个锁定支撑面 看到没有 不好意思啊 两边是有一个锁定支撑面的 做了一个小鞋坡 对吧 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的这个密封性做的来说 应该也是不错的 都是不错的 这个做的真的是做的挺好的 好,还是让它保持脱钩状态 还是让它保持脱钩状态 然后把这个小弹簧装上了 这个小弹簧是装在哪个地方呢 真的就卡在这个推钮上了,推钮应该不分正反 烤这个东西不好装 带主抬簧的作用是什么,一直没搞明白啊 我尝试一下能不能装起来一次性的 不好办 这个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它这个孔位 它这个孔位是偏的 如果是偏的话 也就是说是分正反了 这个在装的时候要注意啊 它并不是不分正反 这个是分正反的 分正反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一侧要挨着 与它接着的这个面 这样才对 好 我们要按住它 然后再去装这一块 这样就能一下子装成了 我擦一擦手上的指纹 防止 坏了坏了坏了 脱下来了 多了这个这个手键 小心点小心点 这个塌方很容易掉啊 很容易掉 其实没那么多讲究 你知道吧 自己刀没那么多讲究啊 我就可以好好装起来 就不太愿意拆拆东西 好了啊 一定记住啊 把这个孔外侧的这一段要对准 这个是分正反了 一定是分正反了 我一开始以为它不分正反 结果它是分的 加上这个东西上有油 我又不太想去碰它 这样就对了 对不对不对 我得再看一下这东西 这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小弹簧装在这 弹簧装在一端的话 然后我就把它的油擦掉 我就可以拿它了 这个油确实挺烦人的 弹簧是要避开它的这个结构啊 对吧 弹簧是要避开这个结构 它没有给弹簧预留的空间 没有给弹簧预留的空间 那我们擦一下 小心点 好了再把这个装上就OK了 好了这样就OK了 这样就我们把六个螺丝 按我们的顺序给它装上就 就好了 第一个 第一个不需要拧太紧啊 第二个也不需要拧太紧 我们先把整刀固定住 就是起一个简单固定住 然后完成之后我们再加力 我感觉有这个 这次这个创新性的话 算是一个在V技上的 V技术这个技术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强化吧 对吧 算是一个强化吧 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可以 搞一个超越V技术的这个 这个结构出来 对不对 虽然原理上还是 原理上还是用的V技术的原理 没有没有跳出这个 本质上 没有去做出一个区别来了 但是至少在结构上已经开始 不断的去优化去调整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 好了 上 已经上上锁了 现在我们六个螺丝紧固过之后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这个扳手不适合加力啊 这个扳手不适合加力啊 这个扳手不适合加力 加力的话应该用这种加力扳手 好 只跳拧得紧一点没关系啊 但是你也不要拧得过紧 因为这是毕竟还是驴饼 好 OK 可以了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吧 我觉得 以这个几百块 这个产品定价 能够拿到这款产品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啊 还是挺不错的 有兴趣玩之跳的玩家 可以入手考虑一下 评价很高啊 评价很高 评价很高 就是唯一不足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不太好拆 啊 我感觉是不太好拆的 就是你 它确实是需要一个 一个专用的工具 去去去来拆它 唯一的话就是这个问题 还是得装上背夹 不装背夹的话 它两边又有这个 又有这个 其实装了背夹也不太好 我回头我试试吧 我体验体验 究竟装背夹好 还是不装背夹好 还是会跑偏啊 这个背夹因为太长了 没办法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